這個是我上課不會講的 但是現在我想需要讓 所有這個服飾的同工需要了解 我們聖靈充滿其實有兩個意義 一種就是聖經裡面講到聖靈充滿 有這兩個意義 一種叫做動詞性的聖靈充滿 那這個聖靈充滿是外靈的 就是神的靈 浇灌下來由上向內衝入 這種聖靈充滿 只是大部分我們在講 我們一起來領受聖靈 那個聖靈充滿大部分是這個 那這個聖靈充滿 重點是在讓你侍奉有能力 或者是為主傳福音做見證 有能力有膽量有智慧 或者你要服侍的時候 你是一個小組長 你有沒有有時候小組組員有人生病 你要去禱告 需不需要能力 要去傳福音需不需要能力 有時候你要服侍有領會 不管是包括做見證 需不需要能力 那樣的能力就是你要被聖靈充滿 不要一直說 我什麼都沒有 我怎麼辦 不要害怕要剛強壯膽 因為什麼 聖靈會充滿你 那這個是這個動詞性的聖靈充滿 那是暫時性的 譬如說被聖靈充滿之後呢 怎樣 過後會消失的 所以要可以再充滿 所以可以繼續不斷地追求聖靈充滿 那要常常有這樣 被聖靈充滿有能力 那來為主做見證 那通常這樣的追求 我們會是在禱告裡面 在禱告裡面 特別是在讚美當中 那這個一起追求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被 由上向內衝入的聖靈充滿 來攪灌 那就充滿你 那這個是聖靈充滿 是動詞性的 第二種的聖靈充滿呢 在聖經裡面 因為我沒有把那個經文給你們 所有的經文 通通已經在講義上寫得清楚 就是這個人是一個聖靈充滿的人 那指的是聖靈內住在他裡面 他滿有聖靈 那形容的是一種生命的狀況 生命的狀態 是很被聖靈掌管 被聖靈掌管 不被老我掌管 懂嗎 就是很願意順從聖靈 一邊忍耐一邊什麼包容 左手左腳忍耐右腳包容 這類似 這是什麼 聖靈掌管你的生命 這個是形容詞 那是由裡面 向外面滿出來的 好 那這是不是聖靈充滿 也是 更強調是這個人的靈命的成熟 然後就會結滿很多聖靈的果子 越來越成聖 這些的層面 那是漸進的 是持久的 那但是呢 動詞性的聖靈充滿 一個經常被神的靈 浇灌的人 他也更有能力順服聖靈 願意把自己的生命 讓聖靈來講 願意順服 懂這兩個 這兩個都是被聖靈充滿 那但是我們追求的時候 或者我們教會在追求的時候 你被聖靈充滿 經常我們是在講 第一項的 就是侍奉上的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侍奉上 讓你被聖靈充滿 那是被聖靈充滿 由外往內的 那你裡面的是你每一天 你都要被聖靈充滿 都願意被聖靈掌管 這樣 明白這個意思嗎 這兩個都是被聖靈充滿的 就是被聖靈充滿的狀況 所以不可以是只有一個人 他只追求能力的聖靈 外靈的聖靈 他不願意被聖靈掌管 那樣的生命 這樣的器皿 神的靈會 他會被棄絕 他雖然被 因為 釋奉 恩賜 能力 是祝福教會 他反而會 自己如果沒有被聖靈掌管的生命 他會被棄絕 那這兩項的 聖靈充滿都很重要 但是我們一般在追求聖靈充滿的時候 大部分是強調第一個 就是由外向內的 那樣的聖靈充滿 好 那接下來要講方言 聖靈充滿我們 等一下會一起追求被聖靈充滿 為什麼會追求 你就知道你不是只有一次被聖靈充滿 你要持續不斷的被聖靈充滿 那第一次被聖靈充滿呢 我們會鼓勵說 也祷告得著方言 方言祷告 但是 很多人會問 這個問題 就是呢 甚至有的教會也會這樣子講 你會聽到其他人也會這樣說 說方言啊 是聖靈隨己意給個人的 可不可以求啊 是聖靈要給你就給你 你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所以不能求 所以這裡 為什麼真理很重要 就是告訴你 那他講的是方言恩賜 說方言的恩賜 是聖靈的恩賜 是聖靈隨己意分給個人 剛剛大家有看到那個聖靈的九大恩賜 裡面 其中有一個是說方言 對嗎 那是恩賜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方言祷告 一般我們也講說方言 因為聖靈裡面全部都講說方言 可是事實上聖靈裡面的說方言有三個層次的 第一個層次就是 靈祷告 是用靈裡面祷告 我們會用悟性祷告 悟性祷告就是你聽得懂別人用的語言 那個叫悟性祷告 靈祷告是你聽到他說出一些話 但是你聽不懂他說 他自己也聽不懂 那是用他的靈來祷告 第二種叫方言的恩賜 那是聖靈的九大恩賜之一 剛剛已經看過 第三個是使徒行傳第一次他們五旬節聖靈交官的時候 他們就說起別國的語言 那是一種語言 就是本來你不會英文的你突然會說英文 你在禱告裡面神給你另外一國的語言 那這也是說方言 有一次我在教會裡面問說 你們會說方言的舉手 有好幾個舉手 我想奇怪那有幾個 明明是新剛信主 為什麼他們會說方言 後來我下去問他們才知道 他們說我們會說方言 我們會說台語啊 我還會說阿美族話咧說方言 所以現在要解釋清楚這個說方言 不是那個我們一般講的那個地方性的方言 正義面講那個說方言是這三個 唯獨沒有你說的那個台語 跟什麼原住民的語言 不是呢 是指領導告方言的恩賜或別國的語言 那大部分呢 有的人會問的第一個問題 你要留意你就是回答他 我們現在聖靈充滿然後呢 有方言那個方言指的是領導告 不是方言的恩賜 所以領導告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得著的 是跟方言恩賜不一樣 說方言的恩賜那是恩賜 那是領導告呢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得著 好那所以我現在要來解釋什麼叫做方言禱告 那是一種舌音 其實說方言那英文就是燙 如果你看英文聖經裡面 他說就是說方言的時候他就是用燙 所以是舌頭發出來的聲音 所以你聽到你聽過 我們教會弟兄姊妹在方言禱告 我們自由的追求的時候 我們會用方言禱告的時候呢 你聽到他用舌頭發出來的聲音 那個禱告是領導告 那可以流暢的像說話一樣 有的人剛開始方言禱告 他不流暢那是因為他不習慣 你有了方言領導告之後 你要經常的操練 就像小孩他剛開始講話 他只會講單音講爸爸媽媽 以後他就會講成句一句一句 那就是一樣方言禱告也要學習也要操練 那發出聲音來自己聽不懂 但是方言是一種語言 即使他是用單音組成的 他還是一種語言你可以發展的 那方言呢是聖靈賜下來的 所以是超自然的現象 所以當聖靈賜下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出來 你沒有學過你沒有說過 是一種自發性的語言 那方言是靈的運作 物性沒有果效 所以當我在方言禱告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我自己說的是什麼 這是悟性 就是悟性不明白 但是呢 一個操練久的人以後呢 他可以用方言禱告 然後來影響以至於他的悟性 方言 悟性 方言 悟性 他就越來越能夠說方言 翻譯出來 所以有時候我在靈裡面禱告的時候 我好像我的悟性在禱告 我就能夠跟上我靈裡面的禱告 就慢慢其實是會幫助我 靈裡面提升的 不過剛開始操練說方言的 他可能完全會覺得 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說什麼 所以這也是有一些人 他要操練說方言的時候 他會覺得卡卡的 他覺得我為什麼要講一個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的東西呢 所以他就很難繼續操練方言禱告 好 那如果是這樣你就需要先了解 為什麼我們要說方言 為什麼要說方言 第一個 你會看到聖靈充滿 在聖地裡面 大部分普遍的現象是說方言 就是你怎麼知道他被聖靈充滿 聖地裡面就講到他們一群人在禱告的時候 他們被聖靈充滿 那表示聖靈充滿有現象 之後他們就會說 他們就說起方言來 那個是靈禱告 所以普遍的現象是說方言 當然聖地裡面也有一些 他們聖靈充滿 但沒有說他們說方言 也有的 那使徒信在那裡講說 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 聖靈就降在他們的身上 他們就怎麼樣 說方言 又說預言 好 那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聖靈降在他身上是因為說方言 那第一次被聖靈充滿 常常伴隨著方言的原因 因為是聖靈充滿其實是我們這個人 聖靈從上把我們洗入 耶穌把我們洗入到聖靈裡面 所以他就是我們這個人 被聖靈完全的掌管 完全的被聖靈浸透 就像受洗 聖靈充滿其實就是 只是我們水洗 那個是靈洗入到聖靈裡面 懂這意思嗎 所以你是整個被淨透 那我們這個人最需要被掌管的地方是哪裡 舌頭 所以常常就是從你的舌頭開始被掌管 第二個聖靈充滿是讓我們回到嬰孩的樣式 嬰孩那個牙牙血雨 他們用什麼來敬拜神 他們就發出聲音自由的敬拜 你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但他有沒有意思啊 有沒有 有意思 所以方言禱告 你聽不懂但有沒有意義 有的 這個我們剛剛唱那個詩歌 嗚嗚嗚有沒有意義啊 蛤 有沒有意義 有一定有的 對嗎 所以在神面前敬拜 你用方言的禱告 或者你在方言禱告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的足字的內容 但是是有意義的 你或者是在那裡讚美神 有的時候的方言是爭戰的 你在那邊 在那邊爭戰是捆綁的 對嗎 有沒有意義 有的 那就像嬰孩 都是回到嬰孩的樣式 好 就是嬰孩講話 你聽不懂他的語言 但他每一個人都有意義的 好 那聖靈充滿的時候呢 我們被聖靈充滿是 從腹中湧出聖靈 從腹中湧出來會從哪裡出來 從口出來嘛 對嗎 被聖靈浇灌的時候 腹中充滿了聖靈 那聖靈湧流出來會從 當然是從口 所以就透過方言來表達出來 好 所以不管有的人的確 他不是第一次被聖靈充滿 他就有方言禱告 那這個沒有關係 如果你被聖靈充滿 你還沒有方言禱告 你也不要擔心 好 繼續追求 我們覺得方言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祝福 因為它會開啟超自然的鑰匙 它是一個鑰匙 因為你開始會靈禱告 你就是靈裡面跟超自然 神是個靈嘛 你是超自然的 你打開了那個門 所以這個方言的祝福很寶貴 所以我們在 我們為什麼意外 聖靈充滿的追求的時候 我也會帶入方言 就是帶入 鼓勵大家這個 靈裡面禱告 一起來可慕 那方言禱告呢 有 是靈禱告的這個方言 是神給每一個基督徒 好 告訴你旁邊 每一個基督徒 每一個基督徒 不是因為他 這個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 不是因為他這個是一個恩賜 沒有的 就像你禱告 禱告需不需要恩賜 禱告是給誰的 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跟神禱告 對嗎 靈禱告也是 每一個基督徒 都可以得到這樣的禮物 馬可福音16章17節講 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 就是奉我的名 敢鬼 說心方言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敢鬼 但是有的人特別有行義能 就是敢鬼的恩賜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叫做恩典 就是都可以做的 就是每一個基督徒 你都可以為人按手 醫病 對嗎 禱告 但是有的人有醫病的恩賜 他就怎麼樣 特別為別人禱告 很有果效 但是你要從先是開始為別人 就是你要開始學會為別人禱告 操練到你有醫病的恩賜 這是一個層級 之後你就是屬於醫病的使徒 懂嗎 這是職份你有這樣的職份 這是做先知的職份 所以方言也是 它是基礎第一步低階 是超自然的第一階 第一階就是 零禱告是第一階 零裡面禱告是聖靈賜給你的口才 那方言有哪幾個祝福呢 第一個他可以造就自己 好我們一起讀 哥林多前書14章第4節請 好這個造就自己還是造就哪一個比較重要 都重要 都重要對不對 有的問題就是這樣 它是一個陷阱 說方言呢造就自己重不重要 當然我們這個人的生命要強壯要剛強造就 要裝備自己造就自己 做先知長那服侍人要是造就教會 預言啊做先知長那是想預言 所以你的靈需不需要被造就 經常用方言禱告 第二個呢 突破理性 突破我們理性這個人理性 還有語言的限制 其實有時候我們禱告你會覺得 我很為這個事情很著急 可是我說不出來 我有好多的想說 那呢你可以突破語言的限制 你就是用方言禱告 方言毫無語言的限制 你就是用零裡面 就是好像你可以直接就是告訴神 你所有的感受 超越過你要用語言一個一個的講出來 那像嬰孩一樣他可以用他的聲音他可以不停止 我們方言沒有受任何的限制一樣 可以不停止的在神面前請心吐意 那是突破理性的部分 好方言還有什麼祝福呢 方言皆是奧命我剛剛已經說了 方言呢其實是帶領我們進入超自然靈界裡面 好那我們一起讀哥林托前書十四章第二節請 那說方言的 緣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 因為沒有人聽出來 然而他在心靈裡 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秘 奇妙吧 你的方言是講奧秘啊 你告訴你旁邊 你的方言在講奧秘的 如果你的這個人常被聖靈掌管 你的方言經常的操練 其實那是一直進入在超自然的裡面 所以你的你經常用方言禱告 神是你是更多被聖靈掌管的一個人 所以神會把他的心意 把他的奧秘不斷的向你來歧視 所以你的方言是一直帶向神的同在 好像讓你生命的狀況就是一直在神同在裡面 然後方言還有了很大的祝福就是可以不出的禱告 你開車可不可以方言禱告 然後你們如果一起去服飾 有些的地方你真的不方便 你就只能在心裡面默導 他在傳福音 如果你們兩個人一個在傳福音 另外一個人用方言禱告 就可以不住的不受任何的限制 繼續不斷的用靈裡面禱告 讓他們那個我們的傳福音可以更順利 那這種不住的禱告就是方言 那方言呢不會累 如果你等一下操練 你要學我們這種靈禱告 因為之前有人在講說 我們教會怎麼在教別人 在教別人方言禱告 方言禱告沒辦法教的 你試試看你回去 如果你沒有方言禱告 你就 你不會的人你開始講 你講一分鐘你就累 講五分鐘你試試看 會的你講一個小時都不累 以前我還沒有方言的時候 我就想他們這樣講 我們回去來練習 我覺得我舌頭好累喔 因為那個就是舌頭捲起來 我們的方言就是舌頭捲起來 但是你有發現到 你是在靈裡面的禱告不累 用多久都不累 只是你順不順 有人方言經常操練 就像他禱告的生命比較活躍 那這個 好 現在要請這個 這個我們當中方言禱告最強大的力容傳道 來為我們分享 他為什麼有這樣方言禱告的能力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